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V生命灵述,我是温迪 这一集我们来到每月的运势,这个月是7月 温迪姐一样要用三组的号码让大家做一个直觉性的抽牌 在这个抽牌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对应2021年的流年 那在这个月7月份当中,需要被提醒的 以及你可能能够突破危机的机会点在哪里 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20217月 整个月份呢,它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7月份呢,其实我们大家经历了将近一个月的暂停 甚至我觉得很多人的人生是非常的恐慌的 大家会开始思考说,那我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同时间也感受到,就身为人的一种无力感和无奈在彼此的心中 这股低气压呢,终于在大家齐心合力的状态下 它即将要暂入曙光了 那迎接这种所谓的新章篇的这个机会时 7月份也代表着,也提醒着大家 要唤起大家对于自己的智慧 甚至是敏感的这个直觉力 希望大家在走过这股低潮的过程当中 能够抓回自己人生掌握的这个关键点 所以7这个数字的核心能量 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 我们其实是拥有无限的可能 但是这个人类的无限可能呢 是要遵守以及珍惜自然生态的前级底下 所以7也代表我们希望能够吸取过去的经验 从中累积我们学习到的真实的功课 安静同时跟自我对话之后 重新再为自己的梦想规划 好,要来开始咯 请大家呢,先安静 然后闭眼睛,深呼吸三次 来,一次,两次,三次 请在温妮姐等一下念出的三组数字当中 做一个直觉性选组的号码 好,第一组号码是7 第二个号码是77 第三个号码是777 请你选完之后呢 再去配搭你2021年的流年数 好,再提醒一下大家 怎么算出自己的正确流年数呢 麻烦请大家把2021 加上你的西元的出生月和日 有一个懒人包的算法呢 就是把你的生日的数字架起来 再加到5 然后加总到个位数 就是你2021年的流年咯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三组卡牌分别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选择的是7 基本上它是一个开启机会牌 让人们不再相信许愿啊 其实也等同于你不再相信 会有出乎意外的事情发生 这一张牌其实要提醒大家 你要有信心哦 同时你要知道所谓的巨大的能量 跟无限的可能 其实是从新出发的 它也会带给你无限的祝福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 其实是一个有潜能的基欧股 勇敢的开口 让有一人是来帮助你 让它成为你展翅高飞的力量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77这组数字呢 这个数字也代表的 它是一个领取资源牌哦 当然人们如果突然啊 喜获一个橄榄枝的时候 心中其实会有很多的惊喜 就是你在会想说 哎,为什么呢 为什么它对我这么好 橄榄枝基本上是一种帮助的意思哦 这一份质疑感啊 它其实是要提醒你的 为什么你会收到这个橄榄枝 是因为你这一路的过程当中 你都没有放弃 同时你还持续的进步 你早就帮自己证明了 价值和能耐 所以你要相信 只有你不要 没有你不行 这个真实的人生 经历在你的身上 赶快收起怀疑自己的心 大胆接受 以及发挥自己 真的拥有点石成金的秘密能力 好,如果你抽到的是777这个数字呢 这一组数字代表的 基本上是一个展现能力牌 代表就当人们啊 被生活无情的打压和提醒之后 比较容易第一个出现的现象 就是会自我看低 甚至是不再抱有信心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但其实三个七的能量啊 恰恰好是要来提醒你 天生其实是拥有超奖的直觉力 然后你内心的这种很强大的信念 以及坚强的意志力 它能够成为你再次站起来 正面影像挑战的一种能量 只要你愿意做这件事情 其实成功就随之而来咯 好,接下来呢 要来跟大家更细致地分享 你抽到的数字对应的流年 它所分别要跟大家提醒的 跟建议的面向 好,我们来先进第一组数字7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7 对应的是2021年的流年1的时候 你要记住 当你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还有谁会相信你呢 所以如果你选到的是生命组合7 请勇敢一点点 面对过去的时光 我相信你是经历了很多的伤心 不被体谅的一些过程 其实有的时候 有一点点是因为你个人 当时可能不够专业 不够成熟的因素 而埋下了别人对你的埋怨 这基本上是一个承认自己不足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我有承认这件事情 它就有机会跟过去真实地做了切割 甚至是你才有机会迎来一个新的曙光 那这个新的曙光 才会帮你带来的是 斩楼头角的最好时刻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 培达的是2021年的流年2的话 它要提醒的是 不要再犹豫不决 果竹不前了 因为这样子会让你和成功 会有失之交臂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你选择到生命组合数7 你要开始不断地把出难题 或者不愿意去面对过去的这些伤害的 这种悲剧主角的这种角色中抽离 只要你一直陷入在那种 我觉得我很辛苦 或是我觉得没有人了解 我的这样的情绪当中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你自己 把愿意帮助你的人长期了挡在门外 所以建议你要忍静下来 你是拥有正确判断能量的人 只要你能够先控制好自己的心 你会发现其实成功就在你的门口 你只要开门就好了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7这个组合 然后配搭的是2021年的流年3呢 请你也要更加放胆地要求自己 因为危机即是转机 在日子无情地打压你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更能够突破 甚至是有很多创新的一些想法 其实你就是富贵险中求 你只要能够更精密地去评估 并且你在推动的那个过程当中 你是随时地去做风险控管 我相信只要你不断地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你所需要的资源 你所想要的那个梦想 其实都已经在等着你了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这一组 然后你是2021年流年4的这一组人呢 你要被提醒的是 看似困住的无奈 其实是带着深深的祝福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你是不是最近心中有感到一股 我是为什么真的是身不逢时的一种 超级无敌的低潮起 有时候大环境的无奈 对一般人说其实是一个困境 但对于你来说 只要你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个困境其实就是你大放一彩的那个机会 你要勇敢的踏出那一步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7这个数字上 你刚好是2021年的流年数5呢 你要持守你的梦想 终将敲开纳扇 专属于你的大门 危机其实更能够凸显你的特色 以及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在这样子的这么亮眼 且无法被取代的真实情况下 请你持续坚守你的相信跟你的专业能力 因为在这一个过程的累积当中 你即将迎来属于你人生的高光时刻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 然后刚好是2021年流年6的人呢 适当的争取舞台 帮自己保留竞争的资格 意思是我是拥有参赛权的 但是名次亦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竞赛 我觉得这个是要来做更完整的评估 所以我要跟你说的是任命且低调形式的你啊 是不是有的时候根本不敢去想说 我的内心的梦想和渴望是什么 那些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反正我就只能低调 No 不是的 你开始可以咯 可以怎么样用你高EQ的方式 让你自己被看见 增加你未来向上耀身的能力 那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7这个组合 然后配搭的是2021年流年7的话呢 开启大门的钥匙 其实早就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了 你习惯稳扎稳打 并且用耐心来等候日子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恭喜你终于要开始出现转机和贵人了 建议你会主动邀请跟那方合作 并且说明说 如果一起合作的方式下 你们可以如何共好 在这个共好的规划当中 你如何让利 我觉得这扇门在等着你 你要帮自己帮他打开 好那如果你是选择7这个数字 然后是2021年的流年8 请持续的努力 因为最后一里路 其实是需要坚持住的 今年可能有想说 我的好运到底在哪 不是流年8应该要很旺吗 在这波大环境 无情的碾压的过程当中 不论是个人的抗压性 或者是公司的所谓的相关的配套 跟其他人来比 你并不是最惨的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是拥有能够展露头角 不断尝试的这个精力旺盛的形象 其实已经升职在跟你工作的人 甚至是你的朋友当中 所以你真的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成功就在不远处等着你 最后选择7 配合的是2020年流年9的人 关起门的远离 其实是保护自己最佳的方法 现在或许正在犹豫 我要不要放下坚持 就跟着大环境一起走 还是说我应该持续地坚守我的相信 问题只要跟你说的是 是的 你应该要更专心地聆听你自己的声音 坚定自己的信念 因为真正爱你的人 真正想要跟你合作的人 他会愿意等你 等到你想通的那一天 好我们紧接着要来进到 第二组数字 如果你选择的是 数字组合77 配搭的是2021年的流年1 恭喜你啊 喜货贵人 请你不要犹豫 用正向的方式 接手你的资源 然后善加管理 你会发现 你终于要一扫工作上的阴霾 工作上会渐渐出现转机 那但是你也要放下面子啊 跟内心的一些纠结 主动跟对方提出你的需要 跟说明你想要的事 那如果这个人是曾经跟你合作过 然后在那个过去的合作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觉得你的表现 并没有让对方那么的满意 也藉由这次的机会 好好的把他破冰 把他解决掉 你也可以清楚的让他知道 是的 我确实有做不好的地方 但我的个性当中 有一个很美的地方 是我愿意改变 甚至是我愿意 在你的提醒之下 我去调整成 能够让事情推动顺利的 那个方向 对方能不能够成为你的贵人 这取决于你的态度 以及你能不能够 先放下你的姿态哦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7 刚好是2021年流年2的听众们 雨后春春班的资源要降临了哦 请你要对未来抱持的信心哦 请不要怀疑好的计划 真的即将来到了 你只要做好你应当的准备 当机会来的时候 就勇敢的抓住 并且大步的往前行哦 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数字77 你刚好是今年2021年流年3的人 请主动串起你自己的资源链 因为自己的舞台 应该要自己来搭建 危机就是转机 在这个月会一直不断的发生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更大胆的去假设 但你要小心的求证 让自己找到一些突破点 甚至是能够实现的机会 除了要很大胆之外 还要发挥你心很细 高敏感度 以及直觉判断力的强项 帮自己在这一波低气压中 杀出重围 那如果你是选到 77号是2021年流年4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怀疑自己哦 要相信人性本散的那一面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 你自己一直的核心思想 近期可能会出现在你自己身边 资源帮助会越来越多 有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思考说 他干嘛要帮我 在平白无故的情况下 对方干嘛要主动帮助我 他应该是在我的身上有所求 当时来说 每一个的帮助都是一个互相的需求 所以建议你冷静 冷静评估对方 想要跟你合作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发现他是正向的 而且确实是能够将资源互串 达到大家都要的目标方向时 我建议你给对方一个 可以跟你沟通和开始 展开会议的机会 那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77 刚好你是2021年流年5的朋友们呢 享受保护的时刻 其实不代表你自己不够努力哦 因为在前段日子的你 一直战战兢兢的在打拼 无论你的身体啊 或者是心灵 都感受到无比的疲累 适当的让自己休息片刻 让身边的人展现能力 保护你让你自己喘口气 不用大事小事都招在你的手上 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让你的团队去展现更多分工 一起去找寻更好答案的能耐 在你的面前 那这样也会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7 那你刚好是2021年流年6的人 找到避风的港湾 让自己充电之后再出发哦 在随时谨慎的高压环境下 长期来说确实是让人很吃不消的哦 可能会已经有一点点觉得身心俱疲 这个时候一定要向自己的亲朋好友 家人来去请求资源 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放自己半天假 用一种完全安静的时光当中 去检视自己的内心 然后问自己说 这真的是我要的吗 这真的是我坚持的人生吗 他如果是你就往前 如果不是也请勇敢的放手 让自己有一个重新规划的机会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77 然后你是2021年流年数7的朋友们 不要再怀疑自己咯 能量具备的你 随时都有展露头角的机会 持续默默练功很久的你啊 恭喜啦 即将迎来人生的翻转时刻 这个翻转时刻呢 有的时候是来得又急又快哦 其实你不要担心 你也不要怀疑 因为呢 机会是留给随时预备好的人 那刚好你就是那个长期一直预备好的人 只要好好的发挥你的专长 在沟通的时候表达清楚 让自己不要有遗憾来合作的 都会是一个蛮有帮助的好机会 最后两个咯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77 你刚好是2021年流年吧的朋友们 强强联手 更有机会达到四倍功半的完美效果 恭喜你啊 即将迎来非常有诚意 而且资源非常丰厚的 好的合作邀约哦 那你只要确认对方的理念跟你一致哦 还有他的诚信度是没有疑虑的 你就可以大胆的展开合作计划 让你们的商业交换 能够变成强强联手 甚至有好几倍的好的表现 但千万注意 对方的诚信很重要的哦 一定要多多去打听哦 好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77 你是2021年流年久的朋友 都跟身边的亲朋好友交流 你会发现 其实贵人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这段时间呢 你的压力应该是不小 甚至是有点爆表的状态哦 那你千万不要一个人独自承受 很害怕你会胡思乱想 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请你善用身边的人的经验 你去问问有没有人 曾经经历过你现在的这种抉择 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 你可以去问一下说 他当时是怎么做的 让你自己在这个选择的 十出路口当中 做出最适合你的正确决定 最后一组咯 如果你选到的是 生命组合数777的人 然后你刚好是2021年 留年数1的人 考验基本上是让你展现实力的最佳舞台哦 经历了大小不断的困难 还有验证自己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出现想要放弃的心情 这是很正常的 但请再多坚持一下下 把你的目光哦 从情绪转移到 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因为你会发现原来这些考验 都是来帮你加分的 会让你变得更有智慧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777 而且你的2021年 留年数是2的人 过程有多痛苦 你迎接的成果就有多丰富 然后那个丰富 其实是会让你非常的快乐 在跟人沟通和交流的 这种复杂的程度 往往其实是难过于事情的本身 人确实是事情 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艺术之一 再忍耐一下下 你把这些考验转换成 为让你自己成功的土壤的养分 让自己更加的茁壮 你会知道 现在所吃的苦 都是未来美丽的收获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777 你是2021年 留年三的人 不要再自我怀疑了 先求开始再求修正 在职务当中 有担任蛮重要角色的你 最近是不是有一种 觉得说在工作上面 施展不开啊 帮手帮脚的感觉 甚至你开始在想说 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我判断的问题吗 还是我带团队 其实是错误的了 这个时候要提醒你 不要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建议的是你要重新思考 你现在带的人 或者是你的案子当中 是不是把人真的放在 合适且正确的位置上 这个时间是一个很好的检视期 所以建议你能够重新规划 并且重新安排资源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77 你是2021年 留年四的朋友 目标可以不改变 但是处理的方式 建议你要有一点点弹性 近期你自己对于你年初设定的目标啊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质疑感 你也会对自己的执行度不胜满意 这个月的这个时间 7这个数字 就是希望能够鼓励你 重新检视 重新设定一个新的执行计划表 那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再开始 跟一个校正的过程 能够帮助你降低自己的焦虑 然后也不会自乱挣角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77 然后你是2021年留年5的朋友呢 适当的抒发情绪 别让自己憋坏了 环境快速的变化 让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 会越来越深 伴随而来的就是 你会不自觉的压抑自己的情绪和担忧 所以提醒你要适当说出自己的感受 避免自己的压力过爆炸 你反而会有更大的伤害 更强的后座力 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77 你刚好是2021年留年6的朋友们 我觉得要开始加深大家 对你的专业印象了 为自己的职场高峰 开始做准备 经过半年的累积和磨练啊 我觉得除了做人做事 你更加圆融之外 在专业的技能上面 你也帮自己累积了不少的能量 把握下半年可以展现的机会 用你自己的专业来帮助你的团队 度过危机 同时也建立自己是一个 最佳救援则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在团队当中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77 2021年留年7的朋友 恭喜大家要渐入佳境了 渐入佳境的喜悦是因为你不断的付出 而累积的甜蜜成果 留年7的你 再加上呢 你又选到了777 一共加起来四个7 其实他都在提醒你 顺着心中的直觉去做选择 伴随着你不放弃的忍性 大步的往前走 因为呢 你即将要站上属于你的舞台 你要开始发光发热 被更多人认可和看见 最害怕的就是 你不相信你自己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心中的直觉 不要有疑虑的大胆的往前走 如果你是选到数字777 那你是2021年留年8的朋友 你最近会收获很多老朋友 或者是曾经共识过 甚至现在正在共识的长官的肯定 恭喜你 终于要苦尽甘来啦 人家说日久见人心 路遥知玛丽 这句话 就真的是放在你身上 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长期的工作状态 甚至你的心中的交朋友的方式 就是不太计较 而且你相信 老天爷是公平的 每一件事情发生 都有他的道理在 跟你共识过的人啊 甚至合作过的长官啊 同袍啊 或者是厂商 他们有一种瞬间突然知道说 啊 我以前能够跟某某某合作 实在太幸福了 因为他的专业跟他负责任 还有他不计较的态度 是让案子这么快乐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请继续保持下去 因为你要迎来的会是更多 因为了解你 以及甚至是听过你 非常优秀的工作经验的人 想要来跟你合作哦 好 最后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777 你是2021年 流年数9的朋友 坚持 不要轻易放弃哦 因为这个是最勇敢的处理方式 今年你会有许多想要割舍 或是远离的人事物 但建议你不要急 多花一点的时间 跟自我对话 找到内心的平衡 不要因为外面的压力 或舆论 而改变你的决定 因为 每一个决定 都是你个人要去面对 和承担的 所以外界给的建议 可参考 但最终 那个决定的力量 跟决定的那个能量 必须从你自己的心而来哦 以上就是呢 我们针对 七月份运势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